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鱿鱼干包白萝卜 这个鱿鱼干是我们前段时间晒的 看好漂亮而且好浓郁 这个包白萝卜是非常鲜甜好好吃的 先把它清洗一下 看我们连墨一起晒的 它的墨汁都还在这里 随便冲洗一下 我们用几个来煮就可以了 对半切开 你看里面好干净哦 切开了之后我们再擀一下刀就可以了 切成小条 然后把萝卜切成条 又下雨了这个天气 这几天的天气一直不太好 老爸给我拿便携炉过来 来 开煮了吧 哦 好嘞 放这边 放这边 还有那个瓦包 瓦包 对在厨房 黑色的 来喽 来 吃这个吗 再帮我拿一双筷子 来 好 来喽 来 再帮我拿盐 盐 一次浇 走走喽当运动 来喽盐 好 谢谢 还有三个 没有拿 没有 还有纸巾 哎呀怎么不去浇完了 哎呀当散步了好吧 什么散步 热锅放油 鸡巾来了 好 还有什么没有 没有了 接下来你坐着等吃就行了 好等吃 对 再放入胡椒粉 放入姜和葱白 好 放入太长 再放入白萝卜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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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一点水 直接焖煮 好 煮软就行了 好 熟肉 我们现在放下调料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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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搅拌一下 我们放下葱花 虽然它卖相不好 但是很好吃的 现在已经可以开吃了 准备开吃咯 来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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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手 谢谢福哥 要一包萝卜 要一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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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可以 虽然不太好看 但是非常好吃 拜拜 味道好极 好极了吧 对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的做法 好了这些视频 我们已经分享到这里了 学完美的经济座 拜拜